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第六集 手沖可以說是目前居家沖土市場上最為樂中的器材 而使用濾紙的濾杯更是大宗 那你知道濾紙的差異性嗎 今天就讓學長告訴你濾紙的差別 首先是尺寸 濾紙的尺寸一般分為01、02、03 01指的是1到2人份 02指的是2到4人份 03指的是3到6人份 那雖然比較大的濾紙可以進用在小的濾杯上 但是過長的濾紙還是會影響充足的便利性 所以還是建議各位買剛好尺寸的濾紙 接著是根據有無漂白 可以分為兩大類 黃色的無漂白濾紙 和白色的油漂白濾紙 黃色的濾紙呢 因為沒有經過漂白 會保留比較多的紙漿味 所以使用前一定要用熱水 充分的沖洗濾紙 否則會嚴重影響你的咖啡風味 那白色的油漂白濾紙呢 就不需要用熱水沖洗了 可以直接使用 也是學長比較建議使用的 至於大家常困擾的 漂白化學殘留的問題呢 學長建議大家可以購買比較大品牌濾紙 例如說哈利歐 三陽 厚濾 卡利塔 這些品牌濾紙呢 都經過檢驗是沒有殘留物的 那價錢大約是一包一百張 大約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塊之間 價錢也不貴 而且都是日本製 使用的漂白技術呢 主要是酸素漂白和酵素漂白 都不會有殘留問題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至於某些非常便宜的濾紙 例如說三十九塊一百張 如果你不清楚它的漂白技術 學長建議你以後就著量購買 或者是減少購買 可以減少你的健康疑慮 最後補充點 如果你想要濾杯的流速 稍微慢一點點 可以購買哈利歐的濾紙 因為它目前是使用雙層的結構 流速會比較慢 口感喝起來會比較厚實 如果你想要你的濾杯流速 稍快一點 你可以使用三陽或是Cono濾紙 它們是目前市面上的流速較快 香氣會比較顯著 好 以上就是學長 對濾紙的建議 挑選正確的濾紙 也會影響到你的萃取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購買 大品牌的漂白濾紙 簡單使用 安心有保障 好 任何問題歡迎在下個留言 並訂閱尋常用的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 今天1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